这样一种很不负责运的一种 山海经呢 不仅给我做菜 山海经我别一说你又给我送菜了啊 我吃不完 吃不完 而且天热了 天热了 我也没冰箱 我有一冰箱 就是秦华黄小鸟送我那的冰箱 冰箱很小也装不下 而且菜得刚做出来吃 你要是有空呢 也别老过做这么奢华的菜 咱俩常聚聚 常聚聚还能聊聊天 还能聊聊天 我就是生活有今没明 那个藏传所叫着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当啊 当下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当 不是这个当 这是裤裆的当 这是裤裆的当 我这人呢 人穷至短 我这条裤子是每次出去的时候 穿在身上 为什么呢 我嫌坐公交 我怕脏 嗯 做饭馆 我也怕脏 饭馆 现在都是 怕什么 洗脚的 什么按摩的 什么 那谁 雷洋 雷洋不就是洗澡的时候 那什么吗 雷洋 记得吧 好几年 也得十来年了 雷洋 嗯 就是去打飞机去了 嗯 我一穷逼 那种地儿也去不了 我这条是丝绸的裤衩 丝绸裤衩 我原来还有一条 黑的 嗯 一个那个 女艺业家喜欢给我拿走了 嗯 其实丝绸裤衩啊 不适合 我老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就磨 我的右腿战场受伤 韧带短了 比左腿细 所以这裤衩就老磨 你看 就把粗的那边就给磨坏了 我一穷逼就两条裤衩 这条昨天晚上亮的干了 嗯 干了 袜子也干了 穿上我这条裤衩 嗯 太阳升起来 我每天啊 听新闻 嗯 那个 就是真正的新闻啊 那个 山海经是 呃 贵州大学学科学的 所以他知道好多 怎么给我新闻 他都是精选了 那给我 我只管听 嗯 听我也不是全听 嗯 我听了就是批判性质的听 觉得哪个有戏 哪个没戏啊 我就这么 嗯 哎呀 嗯 哎呀 刚才那个新闻就说 说老胡又逮着一大新闻 是什么呢 他跟一个叫方方的一个一个一个女女的吃饭 嗯 方方被美帝污蔑是间谍 而且色情间谍 嗯 说当初 那个什么联邦表查局 中央情报局 让这女的参加 说你要参加 说你要参加 你就能加入美国国籍 是吧 然后那个不但加入美国 而且能够 顶叫什么 进入顶级上流社会 就跟赵小兰他妹妹似的 嗯 跟这样 但是方方坚决拒绝 回国了 嗯 嗯 然后我才知道 这个 方方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 现在 如果你要是做记者 记者就是做新闻的 你要是做新闻的 再沾国际关系 很容易被人给弄成间谍 嗯 我就是一路上 使劲躲着 啊 为什么呢 那个 刚才他们那个 胡锡进那篇长文 说 方方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 国际关系学院 就是沾国际啊 我北大79级 我是国际政治系的 我们班张南州 嗯 毕业就分到国际关系学院 当老师 所以像什么 那个产歌那大粗脖子 那个 叫什么 风雨 什么景魂那个 啊 打粗脖子 现在也不唱了 唱歌那个 他也是国际 他也是国际关系学院 他们按理说 都是我们徒弟啊 是我们徒弟 所以这个 呃 我当记者的时候 真不容易 而且打仗 我是照相记者 照相记者 有个什么毛病呢 你手里的胶卷 那时候还不像 现在是一磁卡啊 叫什么 奔腾的心 那会儿是 密码 密码 解锁 嗯 我你看 我给你看点 那个 看点 那个 呃 照片 嗯 呃 不能看照片 不看照片 还是接着说吧 一说我又乱了啊 然后那个时候 我呃 做新闻 嗯 而且是赶上战争 战争还是敌对的 我上午在以色列 下午跑伊拉克 伊拉克是当时最坚决 萨达姆嘛 最坚决 跟那个 跟以色列死客的是吧 我上午在拉宾这儿下午到萨达姆那儿了嗯双方都拿我当间谍嗯另外我也我也不漂亮哈 我要想当乌鸦也没戏当燕子更没戏没本钱啊嗯所以我这是真正的记者 呃其实呃我有本书叫我叫重返巴格达就是2000年2000年我那回被双开 找我那本书吗嗯重返巴格达 重返巴格达 重返巴格达给我做序的人叫巴桑库巴原来是巴格达大学的一教授他们家就是伊拉克的贵族 他自己是当驻中国大使当了九年嗯 每到星期六每到星期六 我开着我们家车呆着 开始就是我自己啊后来是呆着我媳妇就是我前妻我儿子妈 然后就 然后就到那个哪 到赵龙饭店 我把我那车停赵龙饭店赵龙饭店 那时候可以白停车白停车不花钱 过夜都不花钱把车搁那 赵龙饭店的对门就是一千零一夜啊 就一千零一夜烤烤羊肉的烤爸爸烤妈妈烤妹妹啊 那个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包括波斯伊朗那帮人都喜欢在那吃饭回回吗 其实那一千零一夜饭店也是新疆人开的嗯啊 号称叙利亚人其实都是中国人开的嗯 但是大家都不说破就得了 啊因为一般人也看不出来 我是中东过来的 我就老爱跟人攀老乡啊 攀哥们亚戏嗯 攀那个亲爱的哈比比嗯 结果一问都给问一问 好像新疆来的嗯嗯 这是我那本重返巴格达 这是我第五次去巴格达被双开的那回 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 何鲁力民革中央主席你看我把他搁这儿 唐小弟怎么着怎么着夸我嗯 嗯嗯当时当时那个外交就等于现在的王毅 那会是唐家全你看唐家全夸我立访中东风云人物的新闻战士 唐师增同志唐家全嗯 这个呢是外交部主管中东的副部长杨福昌给我写的嗯 再往前面就是序言这本书的序言 序言是两个人给我写的嗯 一个是姬献林 姬献林说我要为唐老亚大唱赞歌 怎么把这二人给双开了嗯 姬献林的这个替我说好话起了很重要作用 后边还一个序这篇序嗯这篇序我给你念一下开头 我亲爱的朋友唐师增先生嗯 这是人叫巴桑库巴像驻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中国这样的大使馆 这一级别的都是副部级的嗯 这你看结尾伊拉克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巴桑姆库巴 两千年七月于北京嗯 这是巴桑给我写的序嗯 给我写的序我跟这个巴桑库巴铁到什么程度呢 每到星期六我们跑秘云水库游泳去啊 三十年前啊秘云水库是可以游泳的 现在是不让游泳了嗯 这本书叫这本书我两千年写的一本一印十五万本 嗯一本一印仅次于我那本我的诺曼底 我的诺曼底是一本一印二十万本 嗯要看是不是畅销书啊 在世界上虚构类的小说的稿费低 因为虚构的这种真实的都是价钱贵 为什么呢成本就高 而且这种书有大量插图的图片插图的尤其贵 嗯 今年是诺曼底八十周年 我参加过六十周年七十周年 今天是八十周年 我身体也不行 八十周年你想二次大战 如果当年当兵的时候二十岁 现在都一百岁了 所以今年也不大什么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七十年 七十年是二零一四年 四月的时候普京啊 普京侵略了那个 普京侵略了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波尔啊 把那边给囤并了 一囤并把世界给惹 惹毛了 惹毛了 所以海湾战争 不是海湾战争 就是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时候 普京是占中价 我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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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这电脑不行 谁要是钱多了花不完 现在中央都鼓励消费 如果说你钱多的都消费不完 你赞助我一个快点的电脑 快点电脑 别直接就给我买了快递来了 咱俩底下商量商量 我告诉你型号 我告诉你型号再买 不然一会买了 我不合用 我是专业人士 我看到那 你看这是 六十周年 你看普京站哪 就是六十周年的时候 是小布什的时候 你看六十周年 美国紧挨着苏联 紧挨着普京 这是诺曼底六十周年的时候 七十周年 你看看 美国总统换奥黑了 奥巴马 普京跑哪来了 跑这儿来了 已经 为什么 因为他侵略了 侵略了乌克兰 吞并了克里米亚 吞并了塞瓦斯托布尔 这个是 媒体上都一种说法 但是我是到现场的 我照片上我看的 仅仅十年 普京就被从世界的最中心 已经推到这个 推到这边上了 今年是诺曼底八十周年 我说我参加过五十周年 就是那个 那个给北京电视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人生热线 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没到场 六十周年我到场 七十周年我到场 八十周年 我身体也不行 我一个人不敢去 所以我拉着老邓 老邓呢 七十周年 他就去不成 那时候他是现役军人 现在他已经退伍 就是转业多少年了 他也是解了密了 他跟我在一起呢 他比我小点 身体比我好 他原来是南京军区一军的 打过越南战场 越南战争 他是炮兵 另外他爸呢 是我党首任 驻捷克的武官 文化能 我们俩能说到一块去 我就全委托他了 他去办 办成了就去 办不成了就不去 一说到武官 老邓他爸是我党第一任 驻捷克武官 我得赶紧穿裤子 我这穿上裤槽了 就还能穿裤子 为什么呢 一会儿我哥们来 我哥们他爸是 法国 就戴高乐 戴高乐最早叫自由法国 后来叫战斗法国 就618讲话 法国二撒战 1940年 4月9号 5月10号 巴黎不是沦陷了吗 希特勒就占领了巴黎 占领巴黎 然后就亨利菲利普被当 成立了维西法国 法国班比河山就都没了 敦克尔克都撤到英国去了 戴高乐坐飞机跑了 跑到英国在BBC 发表618讲话 说我们就要战斗 战斗 法语特好听 你真没我爱死你了 Kiki他爸当时就是抵抗组织 就是戴高乐下边了 以后戴高乐当总统之后 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是哪个国呢 越南老挝柬埔寨 就把Kiki他爸爸派到 派到这个 派到老挝当武官 所以Kiki小的时候 在老挝长大呢 因为他在老挝长大 他就有一个毛病 喜欢亚洲女孩 风乳肥臀 个儿小小精灵 长得好 他就老说腰啊 要模样长得好 另外玩意儿好 这法国人就比较黄 就老说玩意儿好 什么叫玩意儿好啊 就是比较黄呗 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就让Kiki住在我这 就住我这沙发上 Kiki住这 我睡觉那床谁住呢 Kiki他爸住 就是那个戴高乐的住 住老挝的那个武官 然后父子住在这儿 那时候呢 我侄子还接受我教育 后来就接受他妈教育 这孩子就废了 那会儿 我这个电脑里边都有这照片 我你们要是有耐心 我就找出来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Kiki教我那侄子 后来就是上北大屋里去那侄子 在我屋里边念英文 念英文 Kiki是维和部队 阿富汗维和部队住多国的 那个叫什么 为何部队 为何部队多国的那个 那个 我那个情报军官 所以他的那个外语是特棒 外语是特棒 会好几国外语 你看这是Kiki后来 10年时候来我这 这是我的房单背心 你看他亲我 是吧亲我 他老是他老说我是他弟弟 这是我侄子那会儿 我侄子跟Kiki学英语学法语 现在让他妈给弄的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样了 你看我们喝XO Kiki带来的XO 那时候我屋里还没这么乱呢 我跟Kiki喝酒 我跟Kiki喝酒 男人不就是喝酒吗 是吧 那时候我还教我侄子 教小鸡盆喝酒 他老觉得是学坏 这才是男人 这才是正事 这是Kiki Kiki来的女的 是谁也不忘了 她当时的女朋友吧 这房单背心是美地的 战场用的 但是缺一块陶瓷 为什么缺这块陶瓷 那是机密 08年奥运会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时候 也不能把这陶瓷出口到中国 所以我这房单背心 缺一块陶瓷 缺一块眼心镜 这是Kiki Kiki 一见我就蹂躏我 我呢 就是哥们 我也没钱 我也没地 我一弄就把哥们 给弄到家里边来了 这个就是 也后来让人诟病 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 我说那个库巴 就是伊拉克 驻北京大使 后来回伊拉克 回伊拉克 是伊拉克的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部长 后来没当几天外交部部长 就是碰见汽车炸弹了 就把库巴给炸死了 嗯 这都特 我都挺难过的 库巴那个 在中国的时候 是020 萨达姆完蛋是那年呢 哎 他突然来北京 来北京 你看 他是陪着阿奇兹来的 阿奇兹是总理啊 阿奇兹那总理是一傀儡总理 萨达姆是 叫阿拉伯民族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 萨达姆是总统 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 阿拉伯复兴党书记 然后那个阿奇兹 你看这是阿奇兹吧 嗯 我当时有通用证 你看通用 我可以上飞机呢 我这证 我手里拿的是那个康泰克斯 这带大金表的这个 哎 阿奇兹吧 这就是库巴 你看这些 哎 这是在首都机场 我去机场接库巴 嗯 然后库巴住在那哪呢 住在钓鱼台 住在钓鱼台 嗯 我把我写的书送给阿奇兹 这就是库巴 这全是伊拉克的部长 我认识伊拉克部长 这是一堆啊 嗯 然后那个库巴说 我要跟你单独谈谈 单独谈 当那么多人谈不合适 库巴就上我们家 嗯 上我们家 他住钓鱼台嘛 钓鱼台到新华社的宿舍也不远 他就来 嗯 那时候我还没离婚呢 啊 你看 这是我的书房 这是库巴 嗯 伊拉克住北京大使 回国就是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后来是赶上汽车炸弹 就炸死了 这是我 嗯 这是我儿子骂 嗯 我要求女人必须戴手表 反正不戴手表的女人 男人就更捧提了 男人不戴手表 我都不理他 戴手表 说明你遵守时间 嗯 遵守时间 戴手表 说明你上档次 我一看不戴手表的女的长得再漂亮啊 然后一摸我活再好 我也不理他们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库巴 库巴已经死了 库巴就是刚才我说的给我写序的人 嗯 我一出去 昨天那个晚上 然后就我这个哥哥 这个 这个法军的这个维和部队 这个阿富汗 我们的战友 他就跟我说 你看他约我吃饭 约我吃饭 我说老邓也来吧 万一哪天抓间谍老邓是人民解放军 嗯 你给我做个证 啊 我我我就下喝点酒 没说什么 Kiki你看 每次吃吃饭 Kiki都一定要说 你看啊 肯定我做冬 明天见 是吧 哎 每次都是 让我问他 where at home 他说你还住那地儿吗 他一会儿Kiki来我这儿 所以我赶紧得穿裤子 不然他一会儿就来了 是吧 来了我招待朋友的有 有好酒 嗯 好酒 我的这个 和平鸭 哎 和平鸭茅台鸭茅 如果要是来招待敌人 有猎枪 嗯 一条大河 呃 波浪 翻 冷 离根 离根 冷 哎 你看我这儿 我来给你们看几张Kiki照片 一会儿来了 我就不好嘚瑟了 Kiki当兵的时候 你看看 年轻的时候 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他是法国散兵 嗯 这是他的散包 我认识的时候 他就这样啊 这都是 后来就老了 结了四次婚 有四个媳妇 四个媳妇给生了四个儿子 你看 大儿子 大儿子是法国蓝带的 你看Kiki平常 穿着一个人字托 跟他们日本鬼子似的 一破衣服 哎 这是一飞行夹克 四个儿子 四个媳妇生四个儿子 你以为那容易吗 啊 Kiki喜欢小动物 你看猫啊 他们那养猫都拿实拴着 这法国太不自由了 我养狗都不拴 嗯 这是我跟Kiki在法国马赛泡妞 你看这大肥妞 嗯 我们俩去喝狼木 这不是狼木酒 这杜松喝酒 这是奥迹 这是奥运会那年 你看 他支持中国办奥运会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哎 国际有人 这是 这是法国断头台 嗯 这是在那个 这叫什么 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 就是梵蒂冈 跟梵蒂冈对着伴干的 那个阿维尼翁 嗯 阿维尼翁就是 就是那年 那个谁 海航的 海航一副总 去这拍照 拍照是从城墙墙掉下来摔死了 就摔死你 就是这 嗯 你看我跟Kiki 这这叫三抽贝 三抽贝就是尼斯海滩上的 全是不穿衣服的女的啊 全是不穿衣服的女的 这是Kiki Kiki 嗯 Kiki他们家的小船船 这是Kiki的弟 Kiki的弟弟是交航海的 嗯 Kiki是法国 那个 那个叫 哎呦 我就不会说了 啊 索邦大学毕业的 索邦大学 嗯 Kiki会画画 懂音乐 嗯 这是我们俩在 这是那个哪儿 呃 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 嗯 我们俩坐地上喝啤酒 哎 你看他这儿 假装跟人词 实际上看的是人家这儿 人家法国不在乎 你说 嘿 你真有胸怀 长得真好 女的高兴着呢 嗯 这儿我喝高了 嗯 这是在酒店 你看 全是酒 全是酒 这是Kiki的战友 Kiki的战友是狙击手 狙击手 嗯 Kiki是Kiki是文质官员 他这哥们是 这 Kiki的战友 这是在马赛 这哥们开饭馆了 这哥们娶了一中国女老师 是中国花样芭蕾 花样水上 水上就游泳芭蕾的全国冠军 这女的呢 呃 嫁给他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候还不叫中国政法大学 叫北京政法学院体育教研室的老师 体育教研室由俩女老师 特优 就是美而淫 一个是这个 叫岳老师 这岳老师 他们家是北京体育大学的 那会儿叫北京体育学院 还一个比他还优 啊 或者说还骚 叫孙竹 啊 体育老师 孙竹长得比较黑 这个是游泳的 哎呦 好看 嗯 好看 一会儿 哎 嗯 就是这个啊 吃什么病 吃什么药 爱吃什么饭 生命危机 吃什么药 你没带你男人上个医院 你还倒是吹牛逼 说我跟这男的睡过觉 你就是个傻逼 嗯 女人第一 管男人的嘴 管男人的吃 嗯 再一个 晚上 陪男人睡觉 你坐到这两点 你就紧紧的把这男人 抓到一起 这是法国的狙击手 老了也是老头子一个 根本动分不了 嗯 啊 我就跟Kiki说 你看 这是岳老师的丈夫 法国的狙击手 男人不就喝点酒吗 老了 泡牛也泡不动 就剩喝酒了 我跟Kiki 你看 这是我们这两 中国彩虹饭店 这是在马赛的 这女孩 就是那个全国花样 水上花样游泳冠军 嫁给了这个狙击手 我跟Kiki跑这 蹭吃蹭喝来 这姐姐特别特别好 说 说 哎 一定她请喝 那请喝就请呗 这是我们在 后边是伊夫堡 那边是马赛 那边是伊夫堡 嗯 我们再说 买酒 买肉 外国这肉啊 是没毒 啊 奶制品也没毒 你看 Kiki一次买多少酒 嗯 在Kiki他们家 个个长得像房高 个个长得像房高 Kiki就说 我疯了 我是房高 他逼我清醒点 他是高庚 Kiki给我做饭 嗯 Kiki给我做 Kiki他们家房子 是石头的 嗯 你看我们吃的饭 喝的是红酒 奶酪 嗯 红酒是葡萄酒 Kiki他的 他的老爷还是姥姥 那时候是抵抗运动 是诺曼底人 诺曼底那边有便宜酒 就是苹果酒 就是这苹果酒 苹果酒 都是烂苹果 哎 才能酿酒呢 你看 Kiki我们俩喝的是葡萄酒 葡萄酒是上等人喝的酒 你看米饭 他把米饭都做成这样一块一块 法国人讲究 嗯 Kiki Kiki热爱中国 嗯 穿着中国龙的衣服 这是在Kiki他们家 就我说那个 他们家诺曼底 那个做了烂苹果 酿苹果酒 那个苹果酒又叫闷死驴 都是那个 夏等人啊 就是 就是我们这 拉车的 骆驼翔子喝的 骆驼翔子喝的 你看 披萨 这儿他都是他的战友 他们这些都是枪林弹雨 出来的 Kiki说让我加入他们团伙 你看 Kiki见他手掌 立刻立正 你看这军资 你看这军资 嗯 这都是在马赛 啊 哪一个这手枪塑料 手枪 滋水手枪 滋 哎 男人真好玩 啊 我那天跟那个谁 跟李银河姐姐说 我都怀疑我是双项链了 以前我喜欢美女 现在我喜欢男人 男人简单 嗯 等我们老了 呃 老邓不行 老邓有媳妇 还是女金一一 老那纠缠他 啊 邓要是没媳妇 Kiki什么 我们这些 老男人在一起 让 岳小文 就是政法大学 原来体育教员使的 嫁给了法国的狙狙手 啊 当过全国花样游泳冠金的岳老师 给我们做饭 给我们做饭 我们一起得多好玩啊 嗯 法国樱头 嗯 哎呀 现在刚三月 等到六月的时候 中国的樱头就该下来了 宝贵的樱头 烟台董黎的樱头 我可喜欢吃樱头了 嗯 这是Kiki他骂 嗯 Kiki 年轻当散兵的时候 嗯 他说 十一点半到我这 军人都是遵守时间的 十一点半 他肯定到 老邓 不知道来不来 不知道老邓来不来 我真是越来越觉得我是双性恋了 嗯 昨天我跟问那王二媳妇 就王小波媳妇 李银河 姓学博士 我说你在哪呢 还在危害呢 他说没有 我回固安了 嗯 就是雄安固安 固安 我说我姐我来看您来 我不管他叫姐 我管他叫雄二 雄二家的 啊 就是那个王二家的 我说王二媳妇 王小波不叫王二吗 我说王二媳妇 我来看您 他说这五十多公里呢 哎呦 五十多公里 在现在哪算个距离啊 我现在越来觉得我越是师婆 师婆 五岛之神 五岛之神 雌雄同体 你看那师婆 一个乳房是别的 一个乳房是古的 嗯 雌雄同体 师婆 嗯 是印度三大主神之一 破坏之神 复仇之神 音乐之神 舞蹈之神 战争之神 他有俩儿子 大儿子是战神 二儿子是财富跟智慧之神 嗯 就那个像鼻子那个 啊 嘎内士 他二儿子是嘎内士 嗯 我越来越喜欢男人 嗯 Kiki Kiki 老邓也不知道来不来 嗯 我现在成双性量 啊 美女仍然喜欢 嗯 美女仍然喜欢 哎呀 旧毛病没戒 心毛病有天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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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